30年前 汪姑会谈让两岸关系在经历40多年对峙后迈出历史性一步 得到改善和发展 今日 台海局势愈加复杂严峻 中心设计者专访汪姑会谈时 担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的台湾海基会前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莲 回顾此次会谈的缘起 影响及对当下的启示 高孔莲谈道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后 台湾行政当局内最初只有一个任务编组负责相关工作 没想到两岸民间交流快速增加 最终促成了汪姑会谈 两岸其实隔离了那么久的时间 两岸都有意愿 希望能够使得两岸关系能够正常化 正常化的一个前提 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互信 这一点我们两边都是有共同的信念 都是要能够促成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高孔莲回忆 当时会谈时原本你签署的协议是三项 但是本着对等尊重原则 后来又新增了第四项 汪姑会谈共同协议 传统习惯上面右手为大 对 右手为大 那于是呢大家就商量说 我们签协议的时候谁坐右边呢 那互换一下 那互换一下原来就只有三个协议啊 互换的时候就不平均呢 于是后来大家又想说 我们来个第四个协议 汪姑会谈共同协议 那共同协议其实也不是空的 因为共同协议里面呢 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说 每一次会谈要决定 下一次要谈的是什么议题 那当时这个有实质的内容的 包含台商投资保障协议啊 等等这些东西啊 高孔莲说 汪姑二老年龄相仿 都身具中华文化素养 对缓和协商中的紧张气氛很有帮助 当时国际百家媒体齐聚新加坡 关注汪姑会谈 争相报道此和谐场面 回顾当年盛况 高孔莲不无感慨 现今民进党当局 偶有推进两岸关系之举 更多言行却谋去中国化 如此两岸很难建立互信 高孔莲认为 过去30年中 两岸关系经历了两次高峰 都是在两岸共同坚持 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达成的 期间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对两岸经济社会均有显著效益 那这个高峰期我前面讲也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那至于两个低谷 就2000到2008以及2016到现在 这两个低谷都是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所造成的 高孔莲表示目前的低谷期还看不到下限在哪儿 回到九二共识是当务之急 或者民进党当局应提出替代方案建设性建议 那现在我们就说要怎么样 把这个九二共识能够回过来 那应该要到一个替代方案 你不能都是负面的讲法 你要提出正面建设性的建议 高孔莲认为 部分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不认可 很大程度上源自不理解 两岸应通过各种方法 让民众了解九二共识实际意涵 我只能期待就是说 我们民众能够了解到两岸关系 对于台湾的发展非常关键 那两岸的和平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台湾的民众要能够了解 台独是绝不可行的 高孔莲表示 现今两岸形势比汪姑会谈时更复杂紧张 昔日美国乐见两岸和解 如今却只见其频繁受武 政客口出给台湾民众配枪等荒谬言论 两岸需对此保持警惕 总之一件事情 两岸人民同文同种 同选源 那么很多事情可以沟通来解决 真的是不应该兵荣相见的 马英九在大陆不是写了一个 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两岸应该要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了 关注